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密码数据被破坏而无法启动 基拉奇人也杀到了指挥中心 于是长官只能立刻向其他舰队发出了预警讯息 格温司令第一时间收到了警告 考虑到基拉奇人将利用智能导航仪长驱直入 40小时后就能进攻地球 格温司令便命令主力舰队全速返回地球 并准备让距离基拉奇舰队最近的虎爪号战舰收集敌军情报 但虎爪号却在联络信号的范围之外 派遣无人信号船的话需要两天才能到达 于是司令联系到了被军方征用的小型商船秦宫号 命令他们立即前往侄女星系 将加密磁盘交给虎爪号的舰长 可秦宫号出发没多久 便在航线上遇到了黑洞 在巨大的引力下 秦宫号的导航仪突然失灵 船长亚伯随即命令杰克继续掌舵 自己则前去修理导航仪 而在一阵剧烈的颠簸中 杰克居然只用了10秒就驾驶飞船穿越了黑洞 让他的好兄弟马修兴奋不已 杰克也将加密磁盘交给了虎爪号的舰长 但有人却发现 杰克的母亲是一名朝圣徒 因此对杰克非常敌视 幸好舰长对他并没有偏见 还是让他加入了虎爪号的飞行中队 可出入中队的杰克因为不了解情况 先是在中队指挥官米拉面前说错了话 接着又被其他人看到了自己的朝圣徒十字架 继而受到了侮辱 于是郁闷的杰克找到了亚伯 希望他能告诉自己 为什么朝圣徒的后代会受到他人的排斥 而通过亚伯的叙述 杰克才得知朝圣徒是最先飞向宇宙的人类 他们通过演化 渐渐拥有了连电脑都无法企及的计算能力 并可以轻松驾驶飞船 穿越类星体或者黑洞 但朝圣徒却以此认为 他们是高于人类的种族 双方这才爆发了战争 而现在朝圣徒几乎已经灭绝 所以亚伯希望杰克能珍惜他的能力 另一边 主力舰队因为长时间的超速航行 已经导致三艘战舰损 但考虑到敌军将比他们早两个小时到达地球 所以司令还是决定继续加速航行 而虎爪号为了尽快前往游利西斯走廊 获取敌军情报 也决定冒险通过迈冲星直接跳跃 虽然过程中战舰内的警报响个不停 但亚伯却放弃了导航仪 直接手动控制战舰完成了跳跃 而成功来到游利西斯走廊的虎爪号 很快就探测到了强烈的电磁信号 杰克与指挥官米拉也迅速驾驶战机前去探查 但过程中杰克发现米拉的战机 似乎已被基拉奇人的侦察舰扫描到 于是两人迅速迎战 并在击毁两架敌机后成功逃离 可这一举动却暴露了虎爪号 仗杰克又遭到了他人的怀疑 舰长也随即决定先发制人 直接向敌军侦察舰发起攻击 但亚伯认为这个方案并不可行 虎爪号没有了战机的保护将会陷入危险之中 可舰长没有听取亚伯的建议 虎爪号的战机权音也随即飞向了小行星带 然而他们却并未找到敌人的侦察舰 亚伯舰撞便告诉米拉 他们应该是中了敌人的调虎离山之计 虎爪号肯定已经遭到了攻击 接着亚伯又表明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原来他竟然是直接受命于格温司令的海军准将 另一边虎爪号果然遭到了攻击 于是他们立即派出剩余战机开始迎战 并启动了虎爪号的防护罩 但在敌军30架战机和3艘敌舰的强大火力面前 虎爪号根本无法应对 很快 虎爪号的防护罩便受损过半 舰长也因此牺牲 幸好关键时刻 米拉带着精英中队及时返回 他们凭借着高超的技术迅速摧毁了大批敌机 亚伯也偷偷潜入了敌军舰队 然后将所有导弹同时释放 瞬间将敌人的巨大战舰引爆 强烈的冲击波随即摧毁了敌方的数艘战舰 但就在战机准备返航时 马修却因为逞能让女友弗比斯的战机受损 获奖失败的弗比斯随后便当场死亡 让马修悔恨不已 之后损毁严重的虎爪号降落到了一处陨石坑中 并放出无人飞船作为诱饵 成功引开了基拉奇人的另一个战斗群 可敌军还是留下了一艘战舰继续在附近搜索 并向每个陨石坑中投放炸弹 在一轮轰炸过后 虎爪号的燃料电池即将失效 维生系统无小时候便会出现问题 但这时又有一艘敌舰驶来 于是亚伯随即带领队员利用登陆飞船潜伏在一块陨石下方 而当他们发现头顶驶过的只是一艘侦察舰后 亚伯便迅速命令队员们击毁了护卫的战机 然后又强行登上了敌舰 准备夺取燃料电池 可让众人都没想到的是 他们不光在侦察舰中得到了燃料电池 甚至还发现了之前被抢的导航仪 并从中得到了基拉奇舰队的跳跃点 如果将这个跳跃点坐标告知格温司令 那人类舰队便可以在跳跃出口成功将对方歼灭 于是亚伯决定让杰克驾驶战机突破封锁并穿越类星体 将坐标发送给司令 他还把自己的朝圣图十字架交给了杰克 杰克这时才知道亚伯也是朝圣图的后代 接着杰克与米拉便带着所有人的希望再次出发 但这时一枚跳跃导弹突然向着虎爪号袭来 米拉见状便立即追上导弹将其打爆 可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却迫使米拉只能弹出了战机 杰克原本打算将米拉的逃生舱拖回虎爪号 但米拉坚持让杰克去完成任务 因为这关系着人类的生死存亡 早就爱上米拉的杰克听闻 便流着眼泪加速飞向了类星体 可他并不知道 一艘大型敌舰已经发现了他的行踪 并迅速追了上去 而杰克则凭借自己强大的天赋成功穿越了类星体 然后将敌军的跳跃坐标传给了格温司令 但司令在收到坐标后并没有进行回应 而是命令舰队死守跳跃出口 至于杰克 司令相信他可以自己化解危机 果然 机智勇敢的杰克在发现敌舰后 便全速飞向了时空交接点 然后在即将抵达引力范围时 杰克全力拉伸战机 逃离开了引力点 但敌舰由于质量巨大 难以调转方向 随即被强大的引力吸进了时空交接点 而此时 其他骑人的主力舰队也陆续开始冲突跳跃点 但他们还没来得及预热武器 便被人类的战舰一一歼灭 另一边 虎爪号也在亚伯的指挥下 将封锁他们的敌舰彻底摧毁 并随即跳跃到了地球轨道 人类孽绝的危机被彻底解除 朝圣徒的后代们也用各自英勇的表现 消除了人们的偏见 而返回的杰克发现 米拉已被成功救回 他也再次见到了自己心爱的女人 银河飞匠是1999年的一部科幻电影 虽然特效场面比较一般 但影片的节奏却非常紧凑 整体观感也很不错 由于电影改编自同名游戏 所以银河飞匠有着一个宏大的世界观 在电影中 男主杰克是超级人类朝圣徒的后代 因为朝圣徒曾与人类开战 所以杰克处处碰壁并屡遭排挤 但他却以实际行动改变了人们对他的偏见 并在最后以一人之力扭转了战局 这样的剧情虽然略显俗套 但大团圆的结局也同样振奋人心 而影片开头的著名演说 则赋予了本片更深的含义 潘登珠峰时 遇难的英国探险家乔治·马罗尼 曾被人问道 为什么要去潘登珠峰 乔治的回答是 因为他存在 没错 太空存在 所以我们要去探索 对知识的渴望存在 所以我们也要去探寻 而正是人类对新事物的好奇与追求 才让我们能克服眼前的艰难险阻 并推动人类文明不断的发展与进步 好了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别忘了关注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